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半星期前的第一循環碰過頭 當時深水埗在主場輸了0比1 這場球第一個危險的鏡頭出現在 比迪高的腳下 他的自由球斬出來落點很漂亮 盧卡斯的頭錘頂造盲眉 不過也是越位在先 接下來在禁區裡似乎有個混戰 閃閃眼看不到甚麼事 但球還給了12碼 頭突突,很失望的宋楚浩 在這個鏡頭我們看到為甚麼 對,這個球一踢高的時候 彈到他的手 球正是潘哥極型 12碼給了大步 由比迪高操刀 32分鐘射成1比0 這也是他個人聯賽的第七球 今季加上杯賽在內的第九球 難得深水埗在上半場來說 並不是一面倒捱打 他們爭取到的攻勢也不少 射門有威脅的鏡頭也有 包括11號的黃正陽 這個中場球員都射過兩腳 到了保時階段 更加出現了一些戲劇性的場面 後上處理自由球的小田倉康泰 斬個漂亮的球給箭頭蘇沙 頂成1比1 當時就是保時的1分鐘 這個球斬得漂亮時 頂那個也不負所託 以為上半場很大機會打和 誰知道他就保時兩分鐘 還有這腳漂亮 今季開齋之助 蔡立正很有信心 不等球落地 就車身掛起來 再次領前到2比1 當時有一點爭議 這球究竟雷仙奴出了界尾 結果檢查過之後 沒問題,入球成立 這也是上半場最後一腳球 蔡立正的開齋之助 是主隊領先2比1 換邊之後,在出來的5分鐘 看見深水埗危機重重 不知為何上半場看管得很好的 盧卡斯下半場放生了他很多機會 如果不是有越位 或者他自己射邪的說話 其實真的有機會很早把比數拉開 陳雪君這個直線送他一程 就是其中一個危險鏡頭 幸好球比包起來 解了圍 這場球似乎真的 令盧卡斯覺得有點美中不足 因為他的機會在下半場有很多 這個頭槌又是贏得的 又是頂了眉頂高出 難怪他也看一看 天啊,為何不讓我入球呢 最後這一射,又省倒人高出 也是整定盧卡斯這場球要交白拳 結果整個下半場 雙方都沒有再改寫記錄 保持四分鐘後 球證綠健身,雞聲一響 雙方的教練,色英雄,重英雄 三分再一次 全部落在堅Sir的袋子裡 而這場球比迪高 亦成為足種選出的最佳球員 最後戰果2比1